乌鸦的乌,我把鸭也写出来啊 鸭是一个甲,一个鸟 乌鸭就是我们在田野里经常能见到的 黑色的,很聪明很聪明的乌鸭 叫起来有点不好听,但是它似乎会说话一样 好,第三个原因是什么? 上面多了两个点,怎么翻译? 鱼,鱼,比能汉子是什么呢? 最形象的就是我们吃的鱼 鱼,在水里游的鱼,我们吃的鱼 好,衣是衣服的衣 衣服的衣,同样它也有四个发声 上节课我们开始咯 衣服的衣,衣身的时候它就是平 那我们说一声平,二声 咦?咦?你怎么在这里? 上节课我们说了,啊?你怎么在这里? 二声,三声,咦? 咦?你,这个是有一些地区的人喜欢发的声音,也表示惊讶 咦?咦?就是意义的意,意义 意义,这就是我们在说一件事情背后的意味的时候 用到了词意义 咦?咦?咦? 咦? 咦?咦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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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没有的时候,会用到一个字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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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声,无,然后鱼呢,鱼的一声, 当它要标这个声调的时候,这个两个点就没有了,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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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注意啦,当它要标声调的时候,一声,二声,三声,四声, 这两个点就没有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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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键盘上 它是用这个字母来代替的 这个字母 用V来代替的 键盘上 电脑的键盘上 是用这个字母来代替 代替这个 因为每个国家的字母 拼音文字里都有一些特殊的字母 在键盘上 它有特殊的位置来对应它 于 就是这个 用的这个V 英语发音V来代替的 是这个于 当你要在键盘上找到这个拼音的时候 找到这个字母 明白吧 好 我们写一下 它们在格子里是怎么样的 拼音的格子是 四线三格 第二呢 写在上面一格 树呢 写在中间 是这样写的 U 四线 三格 U就写到 完整的写到 正中间 就是U U 四线 三格 当然 U的部分写到中间 两个点 写在上面 这就是 一 U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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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说了 鱼就是我们用的鱼 游来游去的鱼 我们吃的鱼 学会这个字母 U 我们用的是乌鸦的乌 学会这个字母 乌鸦 乌就是黑色的 乌鸦 呱呱呱呱呱呱 很聪明很聪明的 它是林彦老师的宠物呢 因为田野里 非常的多 还专门有放哨的乌鸦 其他的乌鸦在吃 田野里的古物的时候 总有一只乌鸦 在路边的草丛里守着 如果有来来往往的 散步的人 跑步的人 它就会发出警告 它就说 八卦 咕咕咕咕 当然 它是用它的语言来警告 我们在吃饭 不要过来 乌鸦的乌 我们学了这个原因 乌 乌鸦的乌 衣 衣服的衣 我们学会这个原因 然后呢 它的声调 声调 一 以 以 四声 而乌鸦呢 一声 一 我不是一 在这儿 这是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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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代替它 如果你想找到键盘上的汉语拼音 碰到乌的时候 就用这个V字母来作为拼音的 乌的键盘上的标识 好 要不要再把这个声调再来学一遍呢 一声 一声 就是平 一声 二声 羊 羊 二声 三声 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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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声 折 苏声 了 去 四声 下 下 一声 平 二声 羊 三声 折 四声 下 好 有点明白了吗 哦 汉语的 所有的字母 在发音的时候 就有四个声调 一声 平 二声 羊 三声 折 四声 去 往下走 明白了吗 四个声调 如果把它们结合在拼音的发音里 你就会说出一句 像有韵律的语言的一种效果 犹如我们学习音乐是一个道理 声调它有高有低 有起 有福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二组原音 衣 衣服 乌 乌鸦 鱼 吃的鱼啊 鱼 鱼 我们认这几个汉字 同时就认了这三个原因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组拼音原音的学习 如果你对林颜老师的授课感到满意 那么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给林颜老师一个订阅 好的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之后老师还是恢复上文字版的PPT 一首朗诺的非常优美的散文 还有作业哦 拼音的作业很有趣的 老师希望你能写一写 好的 我们下节课再见